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由斯皮尔伯格导演拍摄的科幻片《少数派报告》 故事发生在2054年 所有的犯罪都可以被预测 罪犯也会在行凶之前就被逮捕 华盛顿已经连续6年没有发生犯罪事件了 这都要归功于6年前启动的犯罪预防计划 计划是由三位有凶案预测能力的先知组成 梦中预知的罪犯画面会通过脑电波传到大屏幕上 并得知受害者和行凶人的姓名和案发时间 再交给以阿汤哥所饰演的约翰为首的小组 进行详细的观察和分析 特警们在根据案发时间提前去将犯人逮捕 约翰是个犯罪预防局的特警队长 自从6年前儿子意外失踪到现在 他每天都专心致志地工作 只有夜晚吸食的毒品是他的慰藉 而犯罪预防局的局长拉玛正准备将这一套犯罪预防的系统 推广到全球范围使用 下一周即将举行投票 于是政府派了司法部的丹妮 前往犯罪预防局进行调查 这之后的一天 先知中能力最强的女先知 突然预知了一场陈年旧案 名叫安娜的女子差点被溺死在河里 但还好特警及时出现 救下了安娜 抓获了凶手 但是这之后 安娜却消失了 而且关于这个案子的影像也找不到了 于是约翰去找局长询问 局长则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接着先知又预测了一场三天后的杀人案 但让约翰没想到的是 这场杀人案的罪犯竟然是自己 他枪杀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约翰怀疑有人制造假的影像来陷害自己 于是他找到了先知系统创始人海曼博士 但是与此同时 特警对他的抓捕也开始了 司法部的丹妮对他展开了追捕 甚至还被自己的队友追杀 最后终于找到了海曼博士 博士告诉他 他们的能力是基因变异导致的 先知的预知一般不会出错 也不能被伪造 但有一种情况 女先知的能力比另外两个男先知强 所以有的时候 会预知到和他们不一样的结果 拉玛为了保证系统的一致性 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删掉他的画面 这也被称为少数派报告 但是如果下载了他体内的备份 就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约翰决定返回局里带走女先知 但是为了躲避红魔识别装置 他却黑时换了一对眼珠 打了让脸部变形的针 顺利带走了女先知后 约翰备份了报告 画面里还是显示着自己杀掉了一个陌生人 无可奈何的约翰带着他来到了案发现场 在那里他看见了自己失踪六年的儿子的照片 原来这个陌生人就是诱拐并杀害他儿子的人 知道了这件事的约翰难以一直心中的怒火 举起枪指着眼前这个刚刚见面的男人 这就和女先知预言的画面一模一样 未来是可以被选择的 犹豫的约翰最终没有开这一枪 但是眼前的这个男人却要求约翰杀掉他 因为这样他的家人会得到好的照顾 原来这个男人是受了指使 就在约翰询问背后的指使人是谁时 他的一个箭步冲上来扣动了手枪的板机 飞出了窗外 随后赶到的丹妮查看了现场 觉得这些证据太过刻意 是有人陷害了约翰 于是他找到了局长 告诉他事情的经过 并分析出了安娜是遭到了两次的凶杀 第一次是为了吸引警察来抓捕 第二次则是为了给工作人员制造假象 让他们以为这是相同的画面就忽略了 这样才能真正的杀掉安娜 而娴熟的操作像是内部人员所为 因为约翰最近在调查安娜的事情 所以一定是有人陷害了约翰 没想到局长听完后 直接一枪打死了丹妮 约翰带着女先知找到了前妻劳拉 和她讲了事情的来龙巨脉 突然出现的特警把约翰和女先知抓了起来 阴谋得逞的局长没想到的是 就在举行投票的当晚 劳拉把约翰救了出来 并把女先知的预言画面放了出来 大家都看到了凶手就是拉玛 原来安娜是女先知的母亲 借了毒瘾的安娜准备接回女儿 但局长的先知系统不能却了女先知 于是就利用系统漏洞残忍地杀害了她 发现事情暴露的局长准备杀掉约翰 就在他举枪对着约翰时 先知系统被触发 杀掉约翰的话他会被逮捕 不杀则先知系统就被证实了无效 两男的局长最后选择了自杀 故事的最后先知系统被取消 三位先知过上了安详的生活 约翰和劳拉也有了新的爱情结晶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